我们接下来要推荐下一位黄金选手 我来吧 已经生气了啊 你这一推荐的也过不了 我来推荐一个能过的 这一组选手 我要推荐给大家的一个原因是 他们是一个舞团 他的年纪已经有200岁了 那么掌声有请 北京东城区文化馆的 不老舞团 欢迎我们的不老舞团 很有活力啊 很整齐啊 欢迎我们的不老舞团 是不是看起来都很新潮 都很年轻 没错 对不对 但是我说他们几个人的年纪 加起来已经超过200岁了 咱们先请年轻的发言 好吧 你今年的年纪是 大家好 我们是东城区文化馆的 不老青春舞团 我叫侯新瑞 今年27 我是这个舞团的编舞老师 也是这个舞团的管理者 其他几位 来 咱们从 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叫秦忠杰 我今年59岁 在这青春靓丽的这个舞团里边 我收获了很多 已经没有不老的感觉了 全都是青春的活力了 谢谢大家 59岁啊 你看这发型 感觉自己就像19岁一样 对 来 好 来 下一位 大家好 我叫梁建华 我今年62岁 来 下一位 大家好 我叫张建英 我今年63岁 我也是这个舞团的一名团员 谢谢 太棒了 都是60岁上下年纪的 老师应该是科班出身啊 对 我是科班出身 我是首都师范大学 舞蹈编导专业毕业的 这是你的第一份工作吗 是我的第一份工作 大学毕业后 我就到了文化馆 教叔叔阿姨们跳舞 按道理说 其实舞蹈专业的孩子们 肯定更对这样的舞台 还是向往的 你当时选择去文化馆的原因是 当时是想先找一个地方 实习一下 到了文化馆之后 排练也挺蒙圈的 说实在 第一天来排练 面对的一群叔叔阿姨 他们也不知所措 我也不知所措 但是经过长时间的 和他们接触 觉得他们身上 有很多闪光点 也值得我学习 慢慢地 我为他们创作作品 然后 好累啊 很辛苦 而且刚才你看 这个在舞台上跳 这些年轻人喜欢的舞蹈 展现的是舞台上的年轻 其实据我了解 好像在生活当中 哥哥姐姐们 也是那样年轻 这不是你们的演出服 对吧 平时听说就挺吵 因为我们都圆了舞蹈梦 这舞蹈给我们带来了 很多的乐趣 让我们焕发了老年的青春 所以我们在生活中 也注重打扮 然后也去 就是跟孩子去游乐场玩玩 也记住这点新鲜的东西 然后到游乐场去 他去游乐场玩 对啊 杨瀚这不算什么 你仔细 如果我们的镜头 从脚下慢慢地摇上来 你看这位大哥的这身服装 你看他别的这帽子 你看他的袜子的颜色 和他的微薄的呼应 他这中间的小马 只要是中式元素 你看他这个头型 这刻的两刀 你天天这么打扮 嫂子受得了 已经 不会担心吗 不不不不 已经习惯了 他愿意我这么年轻 他平时的打扮也这么吵吗 也可以 他去唱歌 或者换一种说法 就是你打扮的时尚 还是你儿子时尚 你们俩看起来谁像爹 这服装穿成什么样 这辈分不能乱 我们俩平时在一块上歌了 上歌了 但我真是觉得 你会发现心态决定状态 这个时间长了之后 就是包括你们 现在这种状态 真正心态的年轻 也都跟老师的年纪是有关 对吧 这种会是相互影响吗 换言之 就是现在你很多的爱好 是叔叔阿姨的这种爱好 对吗 对 以前可能刚大学毕业的时候 排练呀 到排练厅拿的都是饮料呀 应该就喝 特别痛快 但是自从跟叔叔阿姨们在一起 现在 保温杯加枸杞 必须的 可能更注重养生 然后也会喝一些茶呀 一些白开水这些 其实这就是相互影响 对 对 对 至少和叔叔阿姨在一起 你现在的个人感情 应该不是问题 对吧 应该成家了吧 对 还没 有人替你操心这个事 对吧 都在替我操心 全团团员都在操心 对 那接下来表演是 还有其他团员吗 有 今天我带了我们 大部分的团员来 好 这个舞台其实是我们所有队员 都特别期待的黄金舞台 我希望所有的老年人 对自己的晚年生活 都是有梦想 有追求的 他们来到文化馆学习 不管学习舞蹈也好 学习唱歌也好 他们都是想为他们的晚年生活 添加更多的可能性 所以他们走上这个舞台 我呢 算是帮他们圆梦 平时我都是在观众席 或者灯控室 看我的队员们演出的 在今天这个舞台上 我想与他们同在 我们共同为大家表演一个节目 这个节目大家可能看了会 特别的亲切 因为讲的是过年 包饺子的事 太好了 一切皆有可能 是金子总会发光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 请大声说出我们的口号 是金子总会发光 请准备 请准备上黄金大舞台 黄金100秒 计时 开始 欢迎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挑战成功 什么馅儿的饺子 这么黏 怎么都不掉 真棒 我跟杨茜说 这个节目是为春晚准备的 看到我们很激动 感觉提前过年了 我们先来回头看一下大屏幕 你们获得的票数是 相当高的票数 有一点点小小的遗憾 就差一跳就可以重返皇军舞台了 但是也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成绩了 孟静远的黄金项链 咱们送给老师 不要辜负叔叔阿姨的一片心意 这是大家给你攒的嫁妆 希望早日找到一中人 好 我们再次送上祝贺的掌声 继续加油